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复兴的异象 由神的荣光再次充满圣殿开始 也详细描述了圣殿建筑的细节 就像一幅建筑图籍一样 来到四十五章后半部分 焦点开始落在节旗的献祭上面 特别提到犹太历法正月的逾月节 和七月的住棚节 遵守节旗提醒神的子民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带领以色列文进入英许地 这个承诺必不落空 以重建献祭和敬拜 也都代表了神指民生命的重建 重修神和人的关系 若然只有美伦美焕的圣殿 却是无相称的生命 都是枉然的 经文除了提到节旗 也都重新需要每日献上凡祭和数祭 节旗提醒神的子民 一些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永至不忘的熟灵经历 独特的恩典 一代一代这样传重下去 每日的献祭 即提醒神的子民 每一日的生活 就好像凡祭一样 要向神传言的献上 每日表明自己 毁身于神 也都相信神必定供应一切所需的 献上感恩 弟兄姊妹 我们都渴望 看见神的荣耀 充满圣殿 充满教会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 同时追求生命的建立 和尽心 与神紧密的结廉 每一日 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 经文也都特别提到 君王的角色 君王原文是王子 可能是贩子民众的领袖 但无论如何 经文要强调的 是他的责任 而不是他特殊的地位 各行的献祭 王都参与其中 甚至是扮演带领的角色 和民众一起献祭 另一方面 经文提到 领袖除了要有 属灵的带领 在一般的事务上 都要有正直的生命 好像在之前 四十五章九节里面提到 王要知足 除掉强暴 和抢掠的事 施行公平 公义等等 而在本章十八节 也都再次提醒 王不可以奪去 民的产业 叫子民受苦 重复的警告 也都提醒我们 作为领袖 作带领的 或者为人父母的 必须常常以身作质 无论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教会外面 都要表里合一 这样做一个好榜样 好叫其他人 或者年幼的一代 能够好好地跟随 经文最后一段 十九至二十四节 很有意思 看到圣殿里面 设有给祭司 煮祭物的地方 在外院四个角落 也都有厨房 给殿的牧翼 为民众烹煮祭物 共享外言 这幅图画让我们看见 圣殿不单止有严谨 敬拜神的一面 也都有团契相交的温情 正确的敬拜 不单止是人和神的相遇 也都包含了 人制间的结怜 团契 一同分享敬拜的欢恩 今天我们的敬拜生活 是怎样的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 过往某些的原因 而漸漸变成了独行合呢 鼓励你有时间的话 尝试重温马太福音 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看看耶稣的劝勉 会不会都对你有帮助 弟兄姊妹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守弱 施慈爱的神 你并没有因为我们得罪你 而撇弃我们 忍不断地向我们施恩 愿你的爱激励我们 每日委身于你 将自己献上 当作活跡 因为你是佩德的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作带领的 让我们行事为人 能够与所蒙的恩相情 活出美好的榜样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 有感染力的群体 荣耀你的名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